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我們這個單元延續 前面古典機率的 這個部分我們再做一些題目 那首先簡單複習一下古典機率 如果A事件 它發生的機率其實就是 它在所有樣本空間裡面的 樣本點個數所佔的比例 所以就是n of a 好那機率本身的性質 呢就是 它機率不會超過1 不會小於0 好還有余事件的部分呢就是 A'我們把A'計為這個A的余事件 A事件的余事件 那A'發生的機率就會是1減掉 A事件發生的機率 這個是很容易思考的 那在機率的加法性的部分 就是第四點機率加法性的部分 其實講的就是 就是A或B所發生的機率 會等於A事件發生的機率 加上B事件發生的機率 然後再扣掉A跟B同時發生的機率 那第五點呢 這個單調性的部分呢 講的就是如果A是B事件的 子集合 那麼A事件發生的機率 會小於等於B事件發生的機率 好那我們首先呢 要來看的這個立體呢 會用到第三點 與事件的機率 就是A'發生的機率會等於 1減掉A的機率 好那這個題目 範例1的題目呢 其實 所以分配的情形 它有可能是 甲乙丙 這三個房間 那 我們就 甲房間只能住兩個人 所以我們就7個人裡面 挑兩個人出來 住在甲房間 然後 乙房間呢 就剩下5個人 再挑兩個人 住一房間 那最後的3個人呢 就只好住在丙房間 所以這個是 所有的可能性 就是所有 所有 挑 把7個人分配在甲乙丙三個房間 挑出來 住在3個房間的這個 分配的可能性 總共有210種 可能性 那這210種可能性 就是我們在 處理機率的時候裡面的 樣本空間的 這個樣本點個數 好 那 A跟B兩個人不住在同一間房間 的機率為何 A跟B 如果兩個人不住在同一間房間 它有可能 譬如說 A住甲 然後 B住在E 然後或者是 A住在甲 B住在丙 或者反過來 有可能是 A住在丙 B住在甲等等之類 它情形就會有很多種 好 所以如果要把 每一種情況都列出來 其實 方法數可能會比較多 要考慮的情形會比較多 那 我們如果 用比較 反過來想的 想法 就是如果不是住在同一間 那麼就是 如果不是住 同一間的情況 就是 AB是住一起的 那住一起的情況 扣掉 那就是不住同一間的 好像在繞口令 那 所以我們 我們可以這樣想 我們就是反過來先 考慮 A住在同一室 住在同一個房間的情況 然後把這個 210去扣掉 這個 A住在同一間的 的情形就會是 他們兩個人不住在同一間的 這個情況 的那個 方法數 好 那 A跟B住在同一間 的情況有什麼 就是 當然有可能就是 AB住在甲 住在甲房間 那住在甲房間 AB都住在甲房間 剩下5個人 就會分配到1跟丙 所以剩下5個人 我們選兩個人住在1房間 最後3個人 住在丙房間 所以他的情形 就是 都住在甲房間的情形 就會有10種 好 那如果甲跟里的都住在乙房間的情形 也會是10種 因為 乙房間也是住兩個人嘛 所以如果 AB都住在乙房間 那剩下的5個人裡面 挑兩個人出來住甲房間 最後3個人 只能住丙房間 所以方法數就是 C5取2 乘以1 乘以C3取3 好 那也是10種 好 那最後一種情形 就是甲跟乙 他們是一起住在丙房間 那如果是住在丙房間的話 那就表示 剩下的5個人呢 要分配在 要分配甲房間兩個人 乙房間兩個人 然後丙房間呢 再分配一個人 算他方法數就是 C5取2 然後再乘以 C3取2 這邊應該是 C3取2 好 然後 C1取1 然後算出來的結果應該是 30種 好 30種 情形這樣 好 所以AB住在 同一個房間的情形 總共就會有10加10加30 就會有 這個 50種 那所以 如果不住在同一個房間的情形 就是什麼 就是 1去扣掉住在同一個房間的 這個 機率嘛 好 所以他的機率就會是 1減掉210分之50 好 所以就是210分之160 就是21分之16 所以A跟B 兩個人住在不同一間 不同 住在不同一個房間的機率呢 就是21分之16 好 所以就是用全部去扣掉 這個 呃 他的余事件 好 那就會是他要所求的這個事件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范利二 我覺得范利二 這個題目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他說 國際網球比賽年終只邀請 當今世界最佳的 8名網球好手參加比賽 如果網球比賽是講求實力 沒有運氣 也就是排名在前的 比賽必贏 那照理說排名第一 應得冠軍 第二 排名第二的 這個應得亞軍 好 那如果是採用單淘汰賽制 賽程如復圖 就是右邊這個圖形 然後賽程是抽選決定的 那請問排名第二的選手 有得亞軍的機會是多少 好 那我其實一開始在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就會想說 欸我有沒有辦法用直覺來想 然後如果很粗糙的想法 就會覺得說 他們如果是照排名的 那如果是 按照排名第一的得冠軍 第二的得亞軍 然後所以如果這樣 就是 都不去做什麼思考 那就覺得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不是 本來第一名的 本來那個 排名第一的本來就會得冠軍嗎 那排名第二的 不是本來就會得亞軍嗎 那不就是 他的那個排名不就是會依照 持續排下來嗎 那這個問題要問什麼 好 所以我第一個 第一個想法我可能就會想說 那幾率不就百分之百嗎 齁 就是排名第二得亞軍的幾率不就百分之百嗎 可是話想想不對啊 如果一開始 如果 他是單淘汰賽嘛 如果一開始 這個 剛好就是 把 呃 排名第一的跟排名第二的 在第一輪就比的話 那排名第二的就被淘汰了 那他就沒有機會 拿到亞軍啦 好 所以我就想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圖 就想說 欸 那會不會是這樣呢 就是 如果 這個排名第一的要得冠軍 排名第二的要得亞軍 那 表示 得冠軍跟 呃 表示排名第一的跟排名第二的 就一定要比到最後一輪 然後在最後一輪的時候 這個 排名第二的他才會輸 那個 排名第一的 然後就這個時候就會得 亞軍 好像是這樣嘛 那我就想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表示說 那個 排名第一的跟排名第二的 就是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一個在左半邊的 這個 這一輪 一個在右半邊這一輪 所以 他們只要 呃 不要在同一邊就好了 好 所以他們就只有可能說 在同一邊 或是不在同一邊的情況 好 那這樣 算一算不就是二分之一嗎 對 然後就想說 是不是就是二分之一 這答案會不會就是二分之一 好 所以我就在猜 所以我一開始就想說 那我就猜二分之一 那 可是我就想說 會這麼簡單嗎 就是答案會是 這麼容易嗎 好 然後我就再想一下 或是想說 那我再算算看 好 所以我再算完之後 發現 不是耶 答案也不是二分之一 好像沒有這麼容易 好 那我們想一下 那個 就是在前面兩個 好像很直觀的想法 想完之後 然後 再經過 細算之後 發現前兩個想法是錯的 那我這個細算是怎麼算的 好 那我們這樣 這樣子想好了 呃 它其實就是一個排列的 這個問題 就是 把這八個 網球選手 然後把它排在 這個 這個右邊圖形的 這個 呃 這個排序的這四個 這八個位置 這八個位置裡面 所以 呃 我們如果說 做任意的排列的情形 就是樣本空間的樣本點個數呢 就會是八階層總 就是 隨便排 隨便排序的話 隨便排列的話 隨便排列的話 好 那就有八階層總 好 那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說 我們希望 呃 這個 排名第二的要得亞軍 所以 那排名第一的 其實排名第一的不管放哪裡 他都是得冠軍 因為 排名第一的他就 永遠不會輸嘛 所以他就過關斬 這樣一定是 那個排到最上面 所以排名第一的 好 假設叫A好了 那排名第二叫B好了 那A呢 隨便排都沒有問題 所以 A可以排的位置 就有八個選擇 好 就是他的 這八個位置他都可以選 他選哪裡都沒問題 好 那 B可以排哪裡呢 我這時候就發現 如果 譬如說A排這裡好了 好 假設A排這邊 那 B呢 就只能排在這個 右邊這個半邊 他不可以排在 那個 左邊這一半邊 所以他只能排在 右邊這四個位置 好 所以 這個 B他就有四個位置 是可以選擇的 好 那這個時候 他才有辦法 就是一路往上 然後走到最後一輪 然後和A去做比賽 好 所以 那這樣的話 就剩下的其他六個人 其他六個人的排列不就是 把剩下六個位置填滿 就是六階層狀 好 所以 如果 這個 選手 如果 排名第二這個B選手 他要得亞軍的情況呢 他的 所有的情形呢 就會有 多少種 就是 8乘以4 再乘以6階層 就這麼多種 那當然算機率的話 就是再去除以 這個 整個藥本空間的藥本點 個數有8階層 好 那算出來的結果 就是8乘以7乘以6階 分之8乘以4乘以6階 6階就可以除掉了 8也可以除掉就7分之4 所以他的答案呢 是7分之4 欸不是2分之1耶 竟然不是2分之1 那我就想一想 欸為什麼不是2分之1呢 後來就發現其實 原因在哪裡 其實這個7分之4 其實也可以直接看得出來 只是那個是我沒有看出來而已 那為什麼沒有看出來 呃 太笨了嗎 不知道 好那反正就是 怎麼看呢 我就發現 其實因為A 隨便排隨便位置都可以選 所以把A的位置放好之後呢 那剩下的7個位置 剩下的7個位置裡面 這個 呃 B呢可以選哪些位置 B是不是就可以選 只能選那個打勾的這個位置 譬如說A選的 A排好之後 剩下的7個位置是可以給B選的 但是B如果要得亞軍呢 他就只能在這7個位置裡面 選擇 右邊的這4個位置 他才有機會得亞軍 所以他的機率就是7分之4啊 所以如果直接來看這一題的話 他 呃 他的答案呢 其實7分之4 就是相當於是這樣 那如果我今天要從 這個算式裡面去做解讀 那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在 算這個 呃 任意排列的 任意排列這個8階層裡面 那我們最後把它寫成 8乘以7乘以6階層 這個 第一個這個8 就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A任意選擇位置的這8種 然後 最後面的這個6階層呢 就是其他人排列的這6階層種 所以 這個7的部分呢 就是 當我任意排列的時候 這個B選手 他可以選擇的位置 他就有7種 好 那但是他要 得亞軍的情形呢 只有哪些 只有這4個位置可以選 所以他的機率當然就是這裡的7分之4 所以他的結果就是7分之4 欸那就跟我剛剛講說 欸如果我們最後 假設我一開始有直接想到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就不用算了 答案就是7分之4 所以其實在 我們在算機率的時候呢 有一些蠻有趣的 這個想法 我們只要想通了 想對了 其實有很多演算 其實不用算的 但是要很小心喔 不要 不要想錯 不要說 欸像我剛剛一樣 說一開始 欸他機率會不會是100% 欸後來想不對呢 那會不會是1分之1 結果也不對 就真正的結果 應該要7分之4 他才是對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這個範例3 那範例3的題目 他說 他從1到20的自然數裡面呢 任選 3個相異數 任取相異3個數 然後假設每個數字被取重的機會均等 那取重的數中 任兩個數 都至少相差3 包括3 的機率是多少 比如說我選 我可能是選 147 就是1跟4跟7 那就相差3 那我可以選 我當然也可以選 148 或是1420 都可以 或者是1520 我要選 三個數 其實任選都可以 那 呃 所以我們任選三個數的 其實他的 呃 所有可能性就是 720取3 這麼多種 就是我們 就是這個其實在算分母 就算了樣本空間的樣本點個數 就是在算機率的時候 他的分母的 這個數值 那我們 呃 簡單計算一下就是1140 好 那我們主要要看的其實 反而是這個 呃 這個 事件 就是他題目講的 任取三數的時候呢 取出的數 任兩個數都要至少 相差3的這個 情形 好 那這個 這個事件 他有 多少種情況呢 好 就好像 除了列舉之外 所謂列舉的意思就是說 呃 譬如說我第一個數取 1 最小的數就取1 那第二個數 我可能就 只能選 4以上的數 好 那4以上的數 如果我選4的話 那第三個數 好像就可以選7以上的數 那就7 8 9 10 11 12 13 一直到20 那就看有多少個數 然後就這樣一個一個分類討論 把它列舉出來 可是我們發現 這樣列舉好像 很多耶 所以 有沒有別的方法來做呢 就除了用列舉 用這種分類列舉的方法來 來考慮的話 有沒有別的方法來處理呢 嗯 好 所以我們的想法 我一開始想法就會說 那我如果把所有的數 通通都先列出來 把1寫到20 那我 認取三個數 所以我就 假設我第一個數選了5 最小的數齁 我所謂的第一個數 我這邊指的就是最小的數 我如果選了5 那我第二個數 我可以 選誰呢 我 當然有可能選的是8 就是我 至少 至少要是8 以上的才可以 因為 5跟8 他才會 相差3 他說 至少要相差3 所以至少要是8 那我接下來下一個數 我當然 一定要從11 以上的才可以選 所以我就順便選 譬如說我選了4 那這個時候我就發現 如果我今天只考慮這個紅色圈起來的部分 紅色圈起來的部分 那這 三個圈圈之間 他們都至少要 就是認兩個圈圈之間 至少都要相差兩個數 至少都要相差兩個數 好 這個時候我就想到 我們在講排列的時候呢 其實 呃 有 有 一個 那叫做 重複 組合嗎 好像叫重複組合的這個方法 好就是 呃 我們 如果 如果 考慮 如果把這個圈圈 把它當作是加號 把這個紅色圈圈圈圈起來 這個數字 當作是加號 那在第一個圈圈的左邊 它可以 可以放的數字 好就是 譬如說1 2 3 4 就表示我可以放4個數字 好那 這個紅色跟 呃 第一個紅色圈圈 跟第二個紅色圈圈 中間 它可以放的數字 呃 不一定是兩個啊 它可以是3個4個5個6個 其實都有可能嘛 那所以它中間可以放的數字呢 我就叫做y加2 為什麼加2呢 因為它至少要兩個數 所以 我就先寫一個y再加2 好那 y呢 至少就要是0 最小就是0 那最大可能就是 看它有多大 好那第二個圈圈 跟第三個圈圈的 中間的數量 我就把它叫做z加2 好 一樣就是至少兩個數 所以我就寫z加2 那 最後一個圈圈 右邊的 這個數字的個數呢 就會是 我就把它寫成u 好 那如果以上面這個例子來看 好 就是如果以我們現在 呃 講的這個 這個 就是我現在圈起來這個例子來看 我的syz u就會是多少 就是x就會是 4 對不對 因為它有四個數 前面有一個四個數 然後它會再加上 這個y呢 就會是0 好 0加2吧 然後 呃 中間這個部分有 90 1112 13有五個數 就會是 3 3加2 然後 最後面這個15到20 有六個數 所以這邊就是6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4加上 0加2 再加掛號 3加2 再加6 它的值呢 就會等於 會等於多少 等於17 不是20喔 不是20 為什麼不是20 因為 那個 那個圈圈的圈起來 這三個數 通通都變加好了 所以總共20個數裡面 把這三個圈圈的部分 拿掉把它改成加號 就只剩下17個數 所以這邊的數字 這邊的數字 其實是17喔 後面會等於17 好 所以我們要找的 我們要做的其實就是 這個 x加 整理一下就是 s加y加z加u 會等於 13 以上過去之後 就等於13 的這個肺腹整數結 好 所以我們要找的 其實就是這個肺腹整數結 那肺腹整數結的 這個做法怎麼做呢 就是我把這13個數呢 把它想成是 13個標記 譬如說13個三角形好了 那跟3個加號 然後它去做 排列 好那這個 這個 就是不盡相依物排列 就有相同物的排列 那排列方法數呢 就會有 這個13加3 就是16 16階層 除以13階層3階層 的這個數量 就是 呃 這樣算出來是560 所以它的 排列方法數就是560 換句話說 就是說我認取 認取出來的數裡面 認兩個數 都至少相差3 的情況了 就560種 就560種 好那這邊可以 留意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 我們是用這個方法做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在這個第一個圈圈左邊 選4個數 就是好像用c 或是用什麼 什麼東西來做 而是要用這個 呃 x加y加z加u 這種方式呢 因為 我們選出來的 雖然我們在這個圈圈 左邊的數字 它每個數字都不一樣 都是1 2 3 4 就是1當然不等於2 2不等於3 3不等於4 就是雖然是不一樣的數 可是 它的大小關係是 是被我限制住的 就是我的數字 必須是由小排到大 所以它大小關係是被限制住 所以當它被限制住的時候呢 我的這個 不一樣的這個概念 就要把它想成是相同的 為什麼 因為就是 相同的三角形 比如說前面的 前面的這個4 它代表的就是 我有四個三角形 把它排在一起 那四個三角形排在一起 在最左邊的 這個就是1 第二個就是2 第三個三角形就是3 第四個三角形代表就會是4 然後這個加號呢 就會變成是5 然後再來這個y加2 在這裡的y就表示 它沒有三角形 然後還有 還有這個2 就表示它是6跟7 就是以此類推 然後再往下加 所以它是 我們要用這個相同的 概念 來去做 計算 所以它總共就會有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方法去做 那算出來的結果就是560種 那當然它這邊要算機率 所以機率就會是 1140分之560 1140分之560 算一下就是57分之28 所以這一題的這個機率就是57分之28 那範例3 確實比較 比較難想一點 就是用這個方法來比較難想一點 可是我覺得它是一個 滿有趣的題目 就是它是利用排列的方法數 來做計算 那我們在做這種題目的時候 其實多想一下 多思考一下 其實 你會發現 它是一個很有趣 就是它的方法其實會很有趣 那 如果 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我們用列舉的方式 其實 同學也可以自己試試看 就是把它完整的列舉出來 那也是 其實也是一種能力 那同學可以自己做嘗試 好嗎 就是 我們 看到